嘿嘿 今天又是滿載而歸啦 欸?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冠冠 耶 歡迎來到我們Minecraft原味生存第十九集啦 那我們上一集呢 把我們地獄的那個豪宅 石英專做的那個碉堡 我們已經把它完成了喔 那我們今天呢 在開始之前呢 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背包 要跟大家說 來 我私底下的時候會掛那個釣魚機喔 可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掛完釣魚機之後 我的鸚鵡竟然不見了 我的鸚鵡咧 我用右下角的那個提示聲看 都沒有看到鸚鵡的模仿叫聲喔 而且我回去看我的第十八集 是有看到鸚鵡的 代表 他真的是在我這段期間內消失的 天啊 鸚鵡竟然就這樣子消失啦 那我們就帶著我們悲傷的心情 出發去做我們的紀念碑吧 紀念鸚鵡的紀念碑 我想我們就把它做在地獄的入口這邊好了 因為地獄的入口這邊 它既然是一個凹洞嘛 我們也不太能把它補起來 那我們就在這附近 做我們的紀念碑吧 我想要把它建在大概這個位置喔 那我們就在這邊 簡單的搭一個 這樣子兩格的一個空間 我想這樣子把它當成我們的紀念碑吧 那我們在它的紀念碑前面加一點花吧 這樣子周圍插滿一些花 那我們告示牌就放在這邊吧 我們打上一些文字 好我想我們這樣子紀念碑應該就算完成了喔 欸怎麼有一道強烈的光 這裡是什麼地方啊 這裡是哪裡 欸好像一條路可以走耶 這是什麼地方 這裡是 等一下等一下 上面那是我的鸚鵡嗎 好像是我的鸚鵡耶 等一下那個是太陽嗎 所以他們兩個 所以這裡是天堂嗎 這裡就是天堂 而且我怎麼從剛剛就一直聽到有鸚鵡的聲音啊 該不會 你們兩個真的在這邊 你們兩個 原來你們兩個來到了天堂了啊 是嗎 原來是這樣啊 哇 看來我們是不是真的要跟你們分開了 哇這個看的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傷啊 哇你們兩個 哇你們兩個 我們竟然現在在這裡啊 哇那就沒辦法了啊 好的 我想我們大概也差不多要分開了吧 欸 我們的左上角一直有一個時間 正在倒數啊 是我要跟他們離別的時刻要到了嗎 哇哇 時間要到了 時間要到了 好吧好吧好吧 那我們就要在這邊跟你們兩隻鸚鵡說再見囉 來 你們最後一次跟觀眾們說再見吧 再見再見 嘿嘿 我們可愛的兩隻鸚鵡要在這邊做分開啦 好啦好啦 趕快 趕快 趕快下來 我要離開了我要離開了 我們後會有急喔 我們以後一定會再遇見的 再見再見 哇這什麼 這這這 欸 欸 我剛剛有發生什麼事情嗎 我怎麼好像 不知道被傳送去哪裡 欸我怎麼想不太起來 是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好像是很快樂的一個畫面呢 喔 我們剛剛立了立牌 我們是在幫鸚鵡立立牌嗎對不對 好好好 那我們的鸚鵡的這個紀念碑 我想我們就是這樣子完成啦 好啦 那就謝謝你們兩位啦 有機會我們再去叢林 再抓新的鸚鵡回來吧 好的 那我們今天要來做什麼呢 其實我在私底下的時候 又發現一個非常驚人的東西 你們這樣遠遠的看 有沒有看到一個柱子 這一根柱子呢 就跟我們獨自住生怪磚的原理 是一模一樣的喔 它就是一個殭屍的生怪磚 竟然被我找到啦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一段呢 是我補拍的喔 因為我剛剛竟然沒有按到露營啊 天啊 天啊 哈哈哈哈 好沒關係 我們直接過去看那個生怪磚吧 我已經把所有的材料 都準備到那邊去了喔 其實真的有點尷尬啊 剛剛自己一個人在那邊講 是想說先按暫停 來看一下剛剛錄的畫面 重複的看哪裡沒有講到的 結果竟然 是全部都沒有講到啊 來我們看一下 我們這個位置喔 就是從這個柱子的下面 我們只要開挖下去 就會遇到我們的那個 殭屍生怪磚喔 那我的做法呢 我都會附在下面的那個網址 那是我們巧克白前輩 他的一個做法 我就參照他的做法 那一樣 我們就是挖出生怪磚 這個八成八的一個空間喔 那至於要怎麼挖出八成八 要從哪裡當中心點 他的影片下方是有詳細的說明 我就不要再贅述了 那原本這個生怪的洞窟呢 他裡面是有寶箱的 有兩個 那比較直淺的東西呢 就在這邊 就是這兩個鑽石馬鎧 至於這個附魔書呢 就有效率也喔 呵呵 不太直淺了 那我們就來做我們的生怪塔吧 那一樣我們想要讓 怪物往這個方向流 我們先到兩桶水 先來確定一下 等一下要做的一個位置 這樣子讓怪物集體往那邊流 沒有被水淹到的地方挖開喔 然後在中心這兩個的前面這個牆壁 挖出四個的長度 這樣子怪物就會全部被水流衝向這個位置了 那我建議把這個洞裡面的那個 視野挖開一點點喔 因為我們要看一下 生怪磚到底到哪個位置 他會停止生怪喔 咦還在亮著 他只要亮著那個火就是 他還會生怪喔 還是有運作的功能 來我們再後面一點 有沒有 這裡就不行了 他在這一格喔 這一格怪物是還會繼續出生的 所以我們到時候是會站在這個位置吧 那如果讓怪物落在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就站在這邊打 這邊到時候是放箱子 我們挖開一個空間 那挖完這個空間呢 我們就要非常大量的一個玻璃喔 那我想要讓怪物生在這邊的話 我就做一個這個高度 這樣子讓怪物從這個管子裡面 這樣子掉落下來喔 那我們先看我們的歪軸 我們歪軸現在在41的位置 那怪物掉落好像23格 好像會死掉吧 呵 我不太知道到底是23格會直接死亡 還是會剩一點點血喔 那我就加21格就好啦 我刀子再多砍幾下就好了 那21格 41加21就是62 那我們就往上挖到62的平面高度 好的 這裡就是我們62格高的位置喔 那因為防止我們的怪物被陽光燒到 所以我們上面是一定要封起來的 這個就是我們一個要讓怪物衰弱的一個高度喔 那巧克百他做的因為是 有藤蔓的一個裝置喔 可以讓怪物確定落在23格的一個高度的位置 那因為我沒有藤蔓 所以我做了21、22格 防止他可能會因為在水上面會跳來跳去 增加他衰弱的高度 那我們做完一個這個衰弱的機制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做我們的水電梯啦 那我們就是現在把有含到水的這個部分 全部都把它挖開 這樣都把它挖開 然後水就會集中往我們這個位置流 那他往我們這個位置流呢 我們就是要在這邊坐水電梯啦 那我們剛剛水流會流到這邊嘛 那我們就直接在這邊放一個告示牌 這邊也放一個告示牌 這邊直接挖空喔 挖空之後這邊再放告示牌 水就會被阻擋在這一格的位置嘛 然後我們在這邊放水它就會上去囉 嘿大概就是要這個感覺 對對對有沒有看到那個水流是往上的喔 那我們這樣子按跳躍鍵 它也會直接浮上來喔 那我們就做一個機制可以讓它一直無限的上去吧 沒想到剛剛在挖這個的時候 竟然又被殭屍打死啦 今天真的狀況不斷啦 一錄影的時候發現我們的鸚鵡不見了 然後錄影的時候竟然又忘了開錄影 哇前面有一些沒講解到 在這邊跟各位觀眾說抱歉一下 還讓我的22集 竟然又歸零啦 哇今天真的是狀況不斷啊 真的是狀況不斷 那我現在出影片的速度呢 大概是一週三集 因為我想要把假日的時間 留給跟觀眾互動的時間喔 因為我不想把自己逼太緊 不然我們一開始真的是 五天出五集啊 每天就是當天錄 當天就出 但是我其實也蠻 覺得那一段時光這樣子做 應該是沒有錯的 因為可以讓我在短時間內 我在12天就 後製了11部影片耶 那個時候 把一個幾乎 不太會後製的一個 新手實況主 把它訓練成 開始有點老油條了 好那我們這樣子把它建完之後 我也順便把它連接了 好我剛剛 剛剛掉下去的時候 褲子也噴了啊 找不回來了 不知道是不是壞掉了 那沒有關係 我們把我們的裝備脫下來 我們的血量跟殭屍一樣喔 所以我想 我如果這樣子跳下去 理論上應該會跟殭屍所承受的傷害 是差不多的 那我們就試試看 那邊比這邊高兩個 所以這邊是23個 來我們試試看會不會死喔 不要好了 21個就好了 試試看 來 殭屍會從這個高度摔落 喔 剩一格 差不多 差不多 跟我理想的差不多 好的 那接下來就是把我們的水電梯完成啦 我們在這個底層的告示牌旁邊喔 都鋪這個岩漿 這樣子 小殭屍如果走過來 就會阿阿阿就會燒到了 他會上不去的 我剛剛在叫什麼 那我們就這樣子 把我們 我也是苦力怕咧 嚇死我啊 現在看到苦力怕都有陰影啊 哇真的是非常討厭他啊 真的是我的頭號死對頭 這邊放水之後 我們就可以這樣子上去 到這邊 然後再鋪我們的告示牌 水電梯要做的話記得是這樣 一格 喔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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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漿好燙喔 來 先把岩漿桶收起來啊 假的 好少喔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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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我們先把岩漿 放在旁邊的位置好了 我們先把岩漿封起來 不然等一下不小心水流過來 好 那我們就是這樣子喔 在這邊放告示牌 好這邊也放告示牌 一格空氣一格水 這邊再用水 當然有點麻煩啦 但是做好之後 相信各位自己一定都會非常滿意這個 收穫的成果 那如果你們在做這個生怪塔的時候 其實不用像我這樣全部挖開喔 因為我是讓你們方便看 也讓我自己日後好參觀啦 所以我才故意這樣子 做比較繁雜的一個程序 理論上做完的時候 他的告示牌應該是會切齊的 我這樣子倒水會這樣子直接衝刷下去喔 這樣怪物是不會摔死的喔 所以我們水流的位置要稍微做調整一下 好這樣嘗試到後面的結果 就是要挖後面一點點啦 反正他的水流最大就是流向八格嘛 自己再做調整就可以了 相信各位觀眾都是比我還聰明的人 這個水電梯應該是完成了 那我們先把我們的岩漿桶也拿出來使用 你怎麼變成化石了啊 怎麼會這樣 天啊今天到底是什麼情況啊 我剛剛不是把他封起來了 他怎麼會 算了算了算了不可考了不可考了 好那我們就可以來準備我們的紅石燈啊 那我們要做一個門的位置喔 那我們先來決定一下到時候門 我們坐在這邊好了 我們到時候門一開 就可以觸動這個紅石的開關喔 好的那我們的一個生怪塔的機制大概就是這樣喔 我也把我們的紅石燈都買好我們的線路了 那我們先把這個火把打掉看看 巧克白的說法是 這樣絕對不會生怪的喔 雖然我很擔心啦 好那我們在這兩邊倒水 然後讓水流可以順利的往上面這樣子流上去喔 我們就從這邊我做了一個鐵門喔 然後我設置就是如果我們打開的話 它裡面的燈會全部亮起來 現在我關掉裡面也就暗掉了 有沒有好像開始生怪了 那我們這邊做了一個小暗道 可以從這邊 可以從這邊擦亮一點好了 很擔心啊 我不想再像上一次掛機死掉了 那我們從這邊這樣過來 這邊還有一個門喔 來 我們進來之後可以看到 怪物是不是會從這邊真的這樣掉落 欸我這邊還沒做好 完了完了完了 我們先找個東西把它擋起來好了 它摔死了喔 它直接就摔死了 好我們先擋起來 突然想起來我這邊竟然還沒做啊 有沒有小殭屍被燒死了 哇這個機子真的很棒喔 就小殭屍可以過濾掉 不然小殭屍會從我們在掛機的這一格 它會掉出來 好這樣漏斗都裝完了 那我們就把 該圍的地方把它圍起來 哇哇哇殭屍好多啊 一直下來 那我們要挖開啦 一隻兩個 都在這邊了 好的 用我們的斧頭制裁它 我的斧頭也要爆了 來我拿一點武服器 來試試看喔 究竟這個機制是不是完美的成功 哇你看那個等級 哇哇哇哇 11級了 12級 12級 還不錯 然後東西就會直接收納在我們這個裡面 有沒有 他們慢慢再搭電梯上去了 準備要落下來了 有沒有掉下來 一刀就死掉了 喔唷 這個還有跳下來就直接掛掉的 代表殭屍還是有機會 它下來是直接死亡的 好的 那我想我們的 殭屍的生怪塔 這樣子就是成功了喔 那我們今天就在這邊做 嗯? 我身上怎麼沒有 我的衣服跟褲子都沒有啦 這樣我好像變太狂 那我們今天在這邊做結束吧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內容 請在下方點個喜歡 如果你想持續看我 虎搞蝦搞神來一筆的創作 那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喔 感謝喜歡minecraft的你們支持我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啦 謝謝收看